今天的话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班,我们是入门的设计 所以入门而已 至于要进阶的话,可能自己后面再花一点时间 或者是说 因为我有个YouTube频道 如果你想要继续收看的话 你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看 有更进阶的东西 包含网络爬虫啊,等等相关的教学 上面其实还蛮多的 那我的订阅人数 也不算多了 大概两万多,两万六千多吧 那如果跟网红比的话 是不能比啦 不过因为我没有露脸 不是像网红,随时都拍一些影片 拍自己,然后都介绍一些吃喝玩乐 大家比较有兴趣 我都拍上课录影,上课的这些内容 那第二个的话呢 大概我简介一下 待会的介绍流程 第一个我稍微介绍一样我自己 再来的话呢,参考书目 那课程介绍部分的话 就是我会讲一些 就是我们大家要上哪些东西 那帮忙就刚刚我们给各位问卷里面提到的 第一个,你要先把环境先建置好 所以今天的话至少我们有个任务 就是大家都要把写拍成那个环境建起来 OK,那当然如果你用那个 假如说你今天 如果你是用那个Excel的话 其实用Excel它的好处是 如果你要写程式,你只要把什么 把这个上面箭头点下去其他命令 它们有个制定功能区 你把开发人员打勾 这边就有一个Visual Basic 如果说你要写VBA的话 其实你就在这边写就可以 那你在产生一个模组 程式就可以开始写了 OK,而且很多东西都具体了 但是这个环境是要付钱的 要付出代价的 当然Python没有这么方便 不过我尽量想一些方法 让它稍微方便一点 所以云端 我有放在云端上面 有所谓的懒人包 所以待会的话 如果你要能够开始写程式 第一件事 请各位要学会 怎么样把懒人包下载 并且解压缩 不过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班人数众多 可能会塞车 因为档案其实不算小 所以待会如果下载速度慢一点 你们可能稍安勿造 或者说如果有随身碟的话 你就跟旁边同学 反正其中一个人下载 另外其他人跟他call就好了 这样可能会减缓一些 塞车情况 不过还好我们这边 应该网路算还快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待会我们应该会遇到 所以可能跟各位讲一下 懒人包部分 有两个档案一定要下载 第二个的话 就基本与法 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产生 一些地方可以放资料 那所谓的变数 OK那我刚刚有提过 在eSale里面很方便 你随时你要放资料的话 你可以直接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 那这个储存格就可以让你 比如说你要key什么数字 key文字 key有小数点 key日期时间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Python里面 缺点就是它很抽象 它没有像eSale这么具体 可以让你看到 所以你必须怎么把资料 放在变数里面 那怎么去操作变数 这个是需要学的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可能就是要什么 做一些逻辑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我要写什么 写一个判断年龄好了 比如说我输入我 比如说60岁 那判断我是哪一个年龄层 比如说可能是青年 或者是壮年 等等的 一些逻辑判断 然后后面的话 再来就 你都要重复做什么事情 因为电脑有个优势 我们重复做几次会很累 但是电脑不会 所以你希望让电脑重复做 你要学会回圈 那回圈有两种回圈 一种是for回圈 一种换回圈 for回圈就跟大家讲说 你从哪一个地方 执行到哪一个地方 开头结束 你有一个范围 用for回圈 那如果没有范围 比如说你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就停下来 那这样的话就换回圈 那这个两个回圈 如果你会用的话 你就可以让电脑重复做了 反正你跟他讲 从哪个地方 一直帮我做 做到哪里为止 你用for回圈 后面有一些练习题 包含就是说 我也许我们可以设计什么 剪刀石头布 跟谁 跟电脑玩 剪刀石头布 ok 另外的话 也可以猜数字游戏 比如说你 假设 简单的话 大概1到20猜一个 然后呢 它可以 不断告诉你 你猜对 还猜错 甚至这个猜数字游戏 你可以把它改成 像以前什么 1A2B那种的 比如说有四个数字 假如说位置对的话 数字也对 那就A 那数字对 位置不对 就B 那你也可以写 不过相对的 逻辑相对比较 复杂一些些 那主要就是利用什么方法 挥圈嘛 然后利用逻辑判断 然后跟你互动 ok 那这个后面呢 我们都会逐一的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再来的话 还有所谓的什么串列 那什么叫串列 其实还是用Easeo好像比较清楚 Easeo里面 我们如果要放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就一个串列 有没有 其实就是Easeo里面的一个范围 那在Easeo看得到 可是在Python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发现最辛苦的地方 就是你要把原来看得到的 把它想象成看不到的 因为它放哪里 放电脑里面的记忆体 记忆体应该知道吧 那个memory 你也不可能把它打开了 打开没电 里面它也没办法看到 所以你慢慢要能够把 看得到的转换成看不到的 你慢慢就学得比较ok 那什么叫字典 顾名思义嘛 就是两个栏位啦 ok 一栏是放key 一栏是放value 就是一栏是可能是放中文 一栏是放英文 或一栏英文中文都可以啦 ok 有点字典嘛 顾名思义 两栏式的 那其他的话 后面当然还有所谓的 怎么去开档 比如说你外部有档案 你如何把它合并分割 比如说你要合并分割 怎么做 那还有资料库 资料库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城市 你没有学到 跟资料库串联的话 等于只有学一半 因为所有的城市最后呢 都会需要把资料存起来 那如果你不会资料库 等于是学一半 所以最后我一定要讲到 但是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不过我们尽量 可能之后尽量 刚开始也许会上慢一点 不过慢慢会开 越来越快 但是不会失控 像普悠马号啦 就是慢慢可能会开 差不多快一点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实在有一点快听不懂了 可能再跟我讲一下 要不然的话 我也把它录下来 你回去 再自己花一点时间听过 应该YouTube 现在应该大家很奇怪 我发现每天大家 电 第四台都不看了 大部分都看YouTube 而且YouTube上面 有非常多好的这种节目 而且年轻人真的创意非常十足 而且愿意把他们的一些 生活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 都分享出来 像昨天才看到一个年轻人 他环游世界 他叫穷游啦 然后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他跑什么 跑印度耶 我很想去 但看到他拍的那个影片之后 我就有点有点抗拒 因为那个实在那种环境 实在是感觉 就会有点落差啦 OK 落差还蛮大的 而且甚至那个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车 你的车厢在哪里 对不对 而且你进去之后的话 可能还上不了车 或者是他跟其他人急 都有可能发生 好 这题外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话 第一个 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啦 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 其实蛮容易 你如果Google吴老师的话 第一个找到的应该就我的教学部落格 我教学部落格里面有 大概放了快上千篇的文章了吧 因为我教电脑 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 现在我都看不出来吧 不过其实我会之所以会教电脑 刚开始也不是说我愿意上这个台 是因为我很喜欢分享 然后呢 就会有人 不知道Google吧 找到 然后看到我这些 就会想说找我上课 然后我刚开始 OK啊 没问题 接着就越来越多 然后我越上课 然后越又写部落格 然后越多人看到 那越多人找我上课 像这个课也是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找到我 如果说时间OK的话 那我当然很乐于 又站在这个台上 OK 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但是这里面的话 纯粹我觉得 是一种兴趣的成分居多 OK 然后我的 第二个可能找到 就是我YouTube频道 我刚刚讲两万多个订阅 好 那里面观看支出 大概有五百多万个吧 那上面影片数量 也大概应该超过两万个吧 OK 也就是说 我在YouTube开始 有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上传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我 2006年那时候的影片 2006年 大概12年 13年前的影片 OK 所以 所以坚持做一件事情 好吧 那我曾经教过的 目前教最多的 大概就是 第一个当然Python 第二个就VBA 那第三个可能就手机App 第四个可能跟云端有关吧 可能这些比较新东西 那你说我要教的东西 主要以哪部分为主 其实就是最 最潮的就对了 反正只要是最潮的 我都教 那我怎么知道最潮呢 所以我的敏锐度又很高 随时我要吸收一些薪资嘛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一些新的潮流出现的话 我就继续去study 继续 开始就可以开这个课了 你不用等到说 你有需要我才开 而不会 我先告诉你 这个东西即将流行 所以我开Python 也就是这样 很自然的 然后开 开了之后发现反应都非常好 然后一路就一直开下去了 只有更多 老师你还不要开更多东西 后面东西还没讲到 其实这个入门后面还有很多 现在AI跟那个深度学习 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怎么办 后面我来想一些东西 给各位后面去接着 所以呢 你要了解这新的 现在有这个简单的术语嘛 ABCDE嘛 A的话就AI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最夯的 有没有 然后应该人工智慧每天都 对你看台积电最近也要设计这种 人工智慧的晶片 红海也要 等等的 有没有 那B的话什么 Big Data嘛 这不用讲 大数据 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 现在还流行 OK 然后呢 云端的话呢 就C嘛 Cloud 这个已经流行了 在大数据分析前面就流行了 第三个的话就人脸辨识 但不是 不一定人脸辨识 你可以就影像辨识 或车骸辨识也OK啦 有没有 你看现在停车场 几乎都是用辨识 影像辨识部分 OK 所以影像辨识的话呢 未来可能会改变我们很多事情 也就是以前可能需要用你的眼睛去看的 那未来可能就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训练它 结合那个AI跟深度学习 那以后那个机器做出来之后呢 你就不需要 像一些作业员每天都要看板子上面 有没有错误 用人工来看 那现在不用了嘛 用什么 用影像辨识 你就知道这个板子上面有没有错误嘛 因为你一个正确的layout 那跟其他的一比较 你就知道哪里有错误了 或者警察要抓小偷的话 比如说有没有窃到车辆 不用嘛 现在不是 车上就装那个什么 车牌辨识嘛 你只要车子一经过之后 哪一台是张车马上出现 马上围捕了 对不对 OK 所以 现在当小偷 恐怕也没那么简单了 对不对 OK 而且人脸辨识不用讲 现在电影很多嘛 不过当然会牵涉到隐私权 甚至你那个门口的管制 可不可以用的 你也可以啊 比如说你是公司的那个员工 直接进来 OK 那不是的话呢 就挡下来 管制也OK 太多了啦 只是说这里面可能会牵涉到隐私的问题 那再来电动车 当然电动车 这边不是只是讲说把车子变电动的 里面的话其实应该叫智慧车 也就是车子本身就是一台类似 什么智慧型手机一样 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程式化 也就是以后 也可以在上面写排程 你的车 要怎么样 这个这个去客制化都没问题 大概会有这几个方向 那再来的话 我的一些相关资料了 其实洋洋沙沙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主要的话 我有实际上 城市设计的经验超过 大概接近30年了 OK 然后也有创业经验 然后呢 现在陆陆续续在一些 学校单位啦 推广单位 本来是副业的 快要变主业了 为什么 因为可能翻译还不错啦 开课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一路就一直上 然后现在就退到幕后了 因为可能也不需要那么辛苦了 然后再来的话 可以享受一点 可以多一点时间 可以做一些比较 悠哉一点的规划啦 OK 那人本来就这样了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最近也得了一个什么 最佳人气讲师 OK 这资奖工资基金会 那之前的话 也颁一个那个什么 卓越贡献 卓越贡献教师 OK 这个是前年的 那文大这边也颁一个叫做 趋势前锋教师 所以 我只是 讲一下 还有什么呢 我的证照也接近30张 我最近才又去考两张 Python 那为什么要考 其实你说 不用考 老师才要考啦 OK 你不去考 你怎么知道你是OK的 而且你考过之后 你可以把经验分享给学生 真的耶 结果有一班24个去考 一样的证照 24个全部通过 而且他们真的 非常有自信 非常有信心 考过一张之后 还意犹未见 还想说要考第二张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 老师自己都考过了嘛 对不对 如果我都没考过 他们问我 我会心虚吧 OK 那所以呢 只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都会先去 准备啦 花一点时间 所以这两张证照 秀一下 那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当然我的习惯是 只要有做过 凡走过 必须留下痕迹啦 OK 人 只要走过 也要留下一点东西 否则的话 你十年二十年之后 可能都看不到东西 但还好 我的东西都存在 所以我的 我百年之后 假如啦 OK 讲这个 我的子孙 可以看到我的东西 都存在 而且我会把它放在 云端或者任何一个地方 他想要了解我 很简单 你的 你的阿公 你的真祖父 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看着他们应该也 不至于会太怠惰吧 对不对 发现 哇 原来我们的祖上 原来还有这么认真的 一号人物 不会我扯太远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那些 其实证照考试中心 也找我帮忙审题命题啦 OK 所以我也是 另外的话 有两本这个上课用书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自己看一下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我上课东西 跟书里面写的 也不完全一样 因为我习惯用自己的解法 我看别人的解法 我也不习惯 OK 所以书可以参考 但最后你一定要 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出来 如果你是照书里面 从头打到尾 那你学不会 尤其城市的东西 像我看城市的书 我顶多叫参考 那城市一定会完全改写 一行都不会一模一样 OK 逻辑也要改一下 不然的话呢 那不是你的东西 而且城市有一个特色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 如果十个人写 十个人解法 不会完全一样 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可能是学校教的 没有 我尽量不要填压 OK 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的解法如果更好 你可以给我 让我知道 我会思考 这个好方法 也许我下一次上课 我会用你的方法 所以不一定 就上课有同学 也会跟我讲说 老师我想到一个好方法 或者他在网络上 找到什么好方法 他会告诉我 然后这个好方法 我就把它学起来了 下一次我上课 也会把那个之前的写法 再改进一下 所以我的课程会有一个特色 会不断会更新 OK 所以我不会忌讳说 你们来就是挑战我的解法 我非常非常欢迎 我最怕就是大家都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是几种 大家都学会了 一个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大家都没有学会 还在这个 第二本书比较难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为什么要选择python 其实倒是很简单 因为它真的 比起以前的程式 简单太多了 如果你有学过Java 学过CC++的话 你再学python 哇好简单哦 大瓜糊都不用了 不过如果你一个都没学过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它简单 但是说真的 虽然简单 但是也还不到 完全不用学习的地步 OK 所以你还要有心理准备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目前 python的排名 其实排在第三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软 而且它一直往上 OK 除了那个什么Java CC++ 那再来后面 我们会处理 大概几个问题 就刚刚给各位看到的 所以今天的话 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 第一个单元 就是建立我们的环境 那怎么建立 非常简单 第一个 请各位先到哪里呢 先到那个 我们的 讲到的那个环境 相关的资源 放在这上面 其中有一个是 安装环境 OK 所以你找到那个安装环境 点进来之后的话 请你帮我先下载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下载那个懒人包 进来之后 找到懒人包 懒人包里面 这两个东西 帮我下载 下载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点它一下 上面有个箭头 或者点它一下 这边有个下载 你看他怎么糟糕 这不用理他 下载就可以 然后他问你说 这个223M 要不要下载 人要下载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 帮我下载到下方 因为我用的是 Chrome浏览器 所以在这边 还蛮快的 三秒钟就下来了 这个可以把它 再上一页 再下载这个第二个 Python 3732 这也是要下载 然后把它人要下载 就这两个档案 下载完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的方式的话 我建议是 我看一下 如果你们如果用 IE浏览器的话 假设长得不一样 不过也 这个地方 假设你用 IE浏览器的话 一样把这个地方 一样 这个安装环境 懒人包 看一下 点一下 它好像也是下载 只是说好像 纯的位置 跟那个Chrome 有点不一样 反正你下载之后的话呢 记得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的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 把它在资料夹中开心 或者应该它下载 应该会下载到 你打开任何的资料夹 应该都可以在哪里找到 可以在这个 我的最爱这边有下载 下载里面就有这两个东西 记得因为我们这边 压缩软体是RAR 你就按右键 解压缩致死就好了 把这两个 把它解压缩致死 这个做一次 这个做一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懒人包的下载 并且把它也给 装到你的电脑 因为这个程式 不用做任何安装 解出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没有切画面 那请各位就试着先 下载这个两个档 并且把它再解压缩出来 OK 先试一下